欢迎大家收看社区教室数学片 我是Timothy,SnapMask的创办人 欢迎大家收看App Edu Math Core 数学必修科的课程 这一堂我们会谈到二次减数Quadratic Functions 里面的其中一个Concept Coefficient of Quadratic Functions 二次减数的系数 这一堂我们会谈到的东西首先我们会谈到Quadratic Functions 它的表示方式 第二样东西我们会谈到它这一条功能里面的Coefficient 即是它的系数的特性 在现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跟大家谈一下 那么何谈一条Quadratic Functions 呢? 我们的表示方式会是这样的 任何一条Quadratic Functions 我们都可以谈成为 Fx 或者等于Y 等于都可以 就是Ax 二次 加 Bx 加 C 逢亲它有一个最大的次方我们就会谈它做Quadratic Functions 二次减数的了 那我们的排列次序就会是x 二次、x 一次和x 零次 即是Constant Term 而它们的系数就会是A、B和C这三个Term 那么这条功能它的系数 各自然各自然都会有自己的特性 那么我们会逐个逐个逐个说 首先我们先说A A 这个呢 首先就是x 二次方的Coefficient 它会决定的就是这个 Functions 即是这个图形的Graph的向上、向下开口 有两个Case 若然第一个Case是正数,即是大过0的话 我们会看到U字形的Graph是向上开口的 第二个Case,若然A是小过0的话 我们会看到U字形是向下开口的 这个我们可以很容易从Graph那里看到 从而去决定A到底是正还是负的 我们现在就会谈到C C这个Coefficient,也就是Constant Term 它所决定的就是Y Intercept,即是Y折距 其实Y Intercept这个概念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回这一条功能 Y Intercept即是在Y这条轴上,它所接触到的一点 也就是在这条Y轴上,X一定是等于0 X等于0,就会找到Y Intercept 你幻想一下,在这条功能之上 若然我们把X代全是0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0了这一条,X二次Term 0了这一条,X一次Term 只剩下C 所以我们会说C的数字就是Y Intercept 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 也就是C大个0,与C小个0这个Case来看 当我们用一个向上开口的图形 向上开口的图形的C大个0,就会是它的Y Intercept 在X轴以上,也就是正数 也就是正数 若然我们说C是小个0的话,如果又是向上开口 它就会是它的Y节 是会在X轴的下面 我们也可以很简单地看到1和2的特性 而第三个特性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是看B 这个就不能单单看正负正负而知 我会在这里说到第三款 也是你比较需要注意的一款 我们怎样才能够incrept到B这个Term 我们就不能单独靠B这个Term去直接interpret 我们需要靠A一起去做的 所以要你记得的是-B除以2A 就是我们是图形的对称轴 对称轴Line of Symmetry 好了,这一条的对称轴 也就是当我们用这个图做一个例子 你会看到它的对称轴会在中间 而我们要决定的就是它的X的Value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X等于-B除以2A的这个数字 就会是对称轴打动的X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它正负的特性 举个例子 我们去画一个XY轴 这里用回又是向上开口 这个图的对称轴就会在正那一边 而这个图的对称轴就会在负的那一边 我们也很容易去决定得到的 好了,那用回这一条题目 来做这个例子 去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到底怎样做了 好了,首先呢,其实我们会看的 就是它一条题目一定会先给你一个功能 而也是非常在考试里面的做法 你会看到它会排了 X二次term,X一次term 以及constant term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A,B和C 当然它不会用回相同的英文字 因为它想负一负你 但你也一样看的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 A就是负C 而我们会知道它的A 也就是它向上向下开口 是正数 所以我们会想到A是大过0 而在这个功能中 它的A也就是负C 所以负C大过0的意思 就是C是小过0 那我们可以很简单就查了两个答案 好了,那去到最后 它就说 B的这个就是我们的Y Intercept 也就是C的位置 它很明显看到 它的Y Intercept 就是一个负数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B 也会是小过0 那B小过0 我们也选择了答案就是B 明白 这一课呢 就和大家混了两个concept 第一个就是Quadratic Functions 它的表达方式 就是Ax² 加Bx 加C 这个方法 而第二个concept 就是Coefficient of 这个Quadratic Function 就是二次函数中的系数 A,B,C 它们各自会代表不同的东西 首先A 就会代表一个 U形的向上向下开口 一个是正一个是负 而C 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Y Intercept Y折距 也就是Y軸 碰到那一点 Y value 是正正负 我们也知道 C是哪个0 就是正 小个0 Y Intercept 就是相对负 而第三个 比较难明的 就是对称軸 我们就去想 X等于-B OVER 2A 就是U形的对称軸 也就是中间那条线的X value Line of Symmetry X value 我们就可以透过B与A之的关系 去决定得到 这条軸到底在正那边 正还是负那边 这条题目 我们就可以正正示范得到 这两个概念 如果大家有任何对这一堂的疑问 或者对其他科技 其他topic的疑问 都欢迎你把你的问题 用你的手机 download snapask 这个app 去拍下它 upload上去 我们appad的导师 就会立刻解答你的问题 多谢大家收看 a lot a lot a lot a a l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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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